生活中处处都是可以用来提升功力的绘画参考和练习小方法 本期继续分享五个发呆 蹲坑 被女朋友逛街被寄存时都可以练的 随手提升画技的微练习 3 画球鞋 村民们设计自己的孩子设子的时候 有没有经常感觉是画完一个大头穿个T恤 就不知道继续加什么服装道具细节了 而球鞋上刚好就有很多有趣的小结构 不仅能提升观察细节的能力 直接把这些鞋身的纹路画到你角色设计的身上 把鞋底的造型画成铠甲武器 把鞋带变成SM捆绑 就会让你的设置感觉很有细节 如果你本来就是球鞋孔 都不用到处找球鞋图片 低个头不用拖鞋 动动脚就能画到大部分的透视角度 是一个无聊发呆 不知道画什么的时候非常方便的练习参考 那要想画自己鞋子的正面角度 是不是又变成一个现实速写了 画这种透视教程里教的 每个盒子都阵阵摆放的作业画的很有底气 但一旦场景里各个物体都有自己不同角度时 就厚得不住 感觉学的透视 和实际自己原创理想用的透视 好像是两个世界的东西的村民 剧情的销售 神不是OCD 真实世界的环境 都不是这种素权漫画必备 每个几何体都完美对齐的校园走廊 你不懂只有这种完美对齐的素权走廊 才能让男女主角在走廊转角 刚好碰撞出爱情的火花 稍微偏一点就撞不上了 而这种底座和上面手机夹 可以相对转动的手机支架 就是从教程透视 过渡到现实透视的一个好物 画的时候 自攻掉那些透视教程理学的辅助线 就是看着这些角度 直接先画下来 画完一张 稍微把手机夹转动一点角度 边画边思考这些手机夹和底座之间是怎么变化的 给我们大脑自然培养出一种空间透视感 当你具备了这种透视感以后 再去补上教程透视里的原理 那你未来对透视的理解 就效果巴自根了 这才是人类自然的学习法 说到人类自然的学习法 就不能不提抖手村和B站官方合作的小课 绘画入门必修课 终于上架了 在这个小课程里 村长会带村民们 完成从负基础 火财人都不会画 到看到什么 就能正确画出来的蜕变 掌握对任何画风 任何工具 都是有自然学画的操人 让你未来即使不再靠老师 也能继续不断经济 不用再踩一个动辄花掉 成千上万金币的韭菜绘画班的班 不用再在村长几十年前学画时 那种低效期生中痛苦 文字的小课 依然是一支铅笔就可以开卷 依然是好玩 没有废话的知识主课 而且直接在B站就能无缝学习 课程搭配 有浅入深的有趣课后挑战 保姆籍元素更化 加全程修修的思路分享 还有村长在B站 劲爆直播首秀 最重要的 斗村首创超级黑科技 关键检测临摹行准的人工智能AI扬 让枯燥的初期练习 变成一场有点停不下来的有趣游戏 小课时和副基础画手 前期绘画基本功步子卖得太大 中期开始厚得不住的村民 反汇评景期 村高效果一直不好 想要学村长改画里那种 能改变战局的光影效果的村民们 点击视频左侧的课程卡片就能试看 即使看看前面免费装节 里面都有很多重要的高效提升画剂的要领 和斗村的日常节目一样好玩又有用 这个暑假来找村长和AI娘 三屁吧 强迫构图练习法 村长从去年初开始 每天下午会出门进行防攻心阶层猝死运动 简称散步 进行了一项很怪异的挑战 就在散步的同时 刻意用几种晶点构图法拍摄沿路的风景 想进行这个练习的村民们 先看一下之前斗村节目八种晶点构图 把基本的构图法记忆一下 然后每天在你身处的环境中 找出这八种构图 并且用手机拍下来 你只要耐心的去观察 到处风烧走位去拍 你会发现在办公室 小区 厕所里 红官 微官 到处都能找到这八种构图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在厕所里拍 不是很安全 拍得牵强一点都可以 但要明确的说出来 自己拍的是什么构图 而且每次必须要吃少其其 这八种构图 才准回家 那要是我散步时 被关进一间什么也看不见的小黑屋 是不是就拍不完八种构图 也就永远回不了家了呢 你如果被关进小黑屋了 拍不拍构图 你都回不了家里啊 村长导演们真的每天都拍 但这么一年多时间积累下来 很明显能感觉到 对构图的敏感度大大提升了 不仅自己练习时 几笔就能画出很有趣的构图 给村民改图时 也越来越能一眼就看到那些 整体构图上 能改变一幅画占据的点 而不是去纠结谁 脖子画歪了 脚指甲画短了 只抠影子法 如果你元素观看过 传统绘画基本功很好的 圆画大佬的绘画过程 就会发现它们上色的时候 经常是几笔往画布上 除几个色块 整的魔法般的 就出现一个 很有立体感的结构了 而我们自己经常 死死的勾线 画的时间又长 效果还很业余 用紫抠影子法练习时 不要勾线 把你看到的参考物 参考图上 深色的影子的部分画出来 只靠这些深色的色块 去暗示出一个东西的立体结构 这个练习法 也可以看成是在练习 光影二分的步骤 也就是找 背光照亮的地方 和影子的区域 但这个练习和光影二分的区别是 你只能用影子直接干 不能用线 在这种限制下 你会更主动地去找那些 最重要的 真的能暗示出 正确立体感的色块 画画时 看影 而不看线 这种观察习惯 特别是在油画 厚图 水彩风格里 可以说是区分一个画手 是专业 还是业余的重要标志之一 看锁鼓 而不看胸 那是区分一个专业LSP 和业余小SP的标志之一 有没有村民经常会感觉 即使自己热爱画画 看抖春节目时 但每到提起笔 总会感觉 画画还是一件 有点难以启动 需要做很多工具 生理心理准备的行为 什么生理准备 青空膀光啊 总会纠结于 画得不好啊 丢不丢人啊什么的 伟大的艺术家 Egon Schiller 有一种特别好的数学法 可以克服这种 把画个画看得很重的心理 眼睛看着参考物品 窗外的风景啊 前排暗脸的男同学 笔一开始放在纸的中间 不要看纸 让你的手自己动 勾勒你眼前看到的东西 笔拿松一点 松弛程度和临的屁股 差不多为佳 尽量少提笔 一笔画出最多的结构 每张不要超过三五分钟 如果中途实在感觉不踏实 可以快速瞟一眼纸 但手不要停 因为本来这就不像正式画画 所以也不用管画得好不好 但经常做这样的练习 不仅手和线条 会越来越自然流畅 心理上也能越来越把画画 看成是一件就和拉爸爸一样 自然畅快之事 but 记得一开始 做这种危险盲话练习时 不要把数写本放在床上画 更不要把数写本放在当部画 就算要放 也不要用自动铅笔 或者针管笔 别问村长怎么知道的 当把拿笔画画 不再看成一项特殊的仪式 当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习惯 变成你生活中 挖个笔一样自然的存在时 不管你是专业 还是业余 无论你天赋异禀 还是天赋小于零 年复一年 就能积累出巨大的飞跃 得鸡 接着来B站的陡村小客 找村长 AI娘和其他村民们基建哦 怎么这么一会儿 就从三屁变群屁了 城市们 下次见 Adio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